冬至大如年 人间小团圆 转眼间我们迎来了今年的第二十二个节气 冬至 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 每年冬至日 有吃饺子的习俗 相传依圣张仲景告老还乡时 看到受冻的百姓 便用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 以及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 做成一种叫驱寒嚼耳汤的药物 施舍给百姓吃 后来每逢冬至 人们便模仿坐着吃 这便是饺子的由来 俗话说冬至补一补来年可打虎 这意味着冬至是进补的最佳时机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 九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科的吴海飞医生 为我们讲一讲有哪些养生好欲绝吧 我们中医素来就有药食同源之说 皇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以及《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名著中都有记载 唐代明医孙思淼共是极力推崇药膳食疗 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 我们推出了药膳食疗养生汤 主打药食同源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不少市民朋友容易出现 疲乏倦怠 焦虑健忘 消化不良等各种亚健康状态 药膳食疗养生汤能很好的缓解这种状态 它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肌肉 肌肉在民间素有既是良药的美称 中医学认为肌肉性平温 胃肝 有温中益气 骨须甜精 健脾胃 活血脉 强筋骨的功效 大家听后一定受益匪浅 我们一定要抓住冬季养生的最好时节 这样才能确保精力旺盛 达到防病治病 延年益寿的效果 最后敬意祝大家冬至快乐 愿温暖与您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